经历非常丰富 现在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讲师 吴一的吴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然后各位心听大家好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 就由我来跟各位讲解一些绿能相关的一个 一个部分 那因为今天是一整天的课程 那包含早上的部分是比较相关知识学理方面的 就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们先前在业界一些所学习到的所得到的一些知识 那下午的部分的话 我会带各位就是一起进入一些试做的部分 因为毕竟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除了得取一些绿能知识以外 当然就是要做出一些食品出来 然后才要竞赛 然后最后领得竞赛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一连串的话就是现在政府现在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绿能的政策部分 那我们从底下扎根 就是说从各位的在就学学习的过程中 那我们能先得到这些接近业界的一些资讯 接近世界潮流的一些绿能的一个讯息 那从小希望在各位的心中有一个idea在这边 那希望这个idea以后在各位的创业的时候 创业的时候或是加入业界的时候 我们能进一步去发展 它进一步利用出来 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刚才讲过啊 其实绿能这个议题啊 在最近的几年里面 应该是最近的十几年里面 在世界潮流上面是非常的受沉默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引进 一开始 但比较早期的时候 大家就是为了工作求温暴 很有钱不然就OK了 那在这个在先前那个时候 包括欧美 就是像最早有工业革命的英国 在很早之前的话 因为大家一直推广工业 一直讲求大量的生产 那造成非常大的污染 所以以前英国的天空 偶尔都是灰灰的 就跟现在的那个PM2.5城外一样 就是灰灰的 那眼睛到现在世界工厂而所在地理大陆 大陆我们其实现在也常听到就是说 他们到冬天 或是空气比较不流动的一个状况 底下的话 他们天空都是灰灰的 那北京都是天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是因为人类大量的使用 相关的化石能源 比如说美 烧美 群毛 因为北方可能需要群毛 可能需要机器的推动 那燃烧石油 那产生了很多相关的一个污染的空气 那也造成了一个大气 相关大气层一个狼静的一个化学变化 所以造成雾霾非常严重 那技能会开始影响人类的健康 所以大家在求得污保以后发现 哎 惨了 我现在是领略健康了 我赚了钱可能都好不到 那所以渐渐的 人类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们就会想说 哎 怎么让去改变环境 让自己的生活变化 或甚至让我的尺寸的生活变化 这样子他们才能永续的生存这样子 对 这个人员的议题 渐渐的都受到一些阻碍 那这些绿能的议题 当然就是从欧美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比较早进入开发股票 那所以他们也是最早面临这个问题 那这个议题的话 也就是从他们那边先展开 那这边的话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 这几年也开始在追求这样绿能的一个发展 甚至渐渐的我们 大家有听说要把轮轮飞掉 要减少那个化石绿能的一个消耗发电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我就会从绿能的这个例切入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做绿能 到底绿能是什么 那上半行的课的话 我这边的话就先介绍绿能概念 那下半行的话 我们会在Focus 实际比较实际的运用 那我选择是 我们公司 你我比较熟悉的办案产业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所以绿能课程里面的话 我大概会介绍的是 从大象来区分 能源的种类 然后接下来什么是绿能 绿能概念是什么 那我们所谓的绿能 或再生能源 它的特性 和种类到底有几项 那台湾现在在发展什么东西 第一个 以能源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 或许大家其实都有一些概念 就是说什么是绿色能源 什么是Focus能源 绿色能源这边所讲的是 我能从自然界里面取得 那这个取得的量是 用之不尽取之不尽 就是我会拿到它 只是我要去利用它 那如果利用得好的话 其实可以搭配在我们的一个 一个发电的一个状态里面 那这边的话 它对于地球的资源也不会一直消耗掉 所以我在这边说的就是说 在使用过程中的话 它会防气的一个冲击 包括污染 包括使用地球里面的能源 会相对的比传统能源来的少 那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会使用风力 使用太阳能 像潮汐之类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 所谓的化石能源 我这边写法 我这边跟大家也做了澄清 就是说我这边打的石化能源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就是说石化的话 其实讲的是所谓的石油化学 其实以现在传统的能源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化石能源 因为它包含了石油 燃烧石油 燃烧天然气 燃烧煤 这个不只是只有石油部分而已 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化石 化石油的那个能源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相信来源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就是以前的土生物 植物或是动物 被积在那个地里面 然后所产生的比如说 美石油天然气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它是一直消耗地球能源 它没有办法制造那么快 因为那古生物一定是经过几千万亿年 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化石或美化的产品 所以它产生没那么快 加上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因为一直以来 从后面隔壁一直以来 我们使用它就是 如何去燃烧它 推进沃尔基 它的短放 然后发电 或是让机械运作 那这个过程 它造过程里面产生的CO2 一定会造成温室效应的部分 那温室效应的部分的话 这就引发了地球 现在的一个气候的变迁 然后听到声音现象 声音现象之类 反正整个地球的那个环境 开始就变得很混乱 那这个就是以前前人造成的因 那我们不能说它错 但是我们怎么去修改它 怎么减少它继续恶化下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绿能的一个动作 那除了化石以外 那我底下还有说到核能 其实核能这个东西 我觉得啦 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好好的用的话 应该还不错 但是问题是它制造出来的后移症 其实以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它 最简单的 我如果核能电厂都不出什么意外 不发生什么事 光是它制造出来的核配料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只能找个地方把它买起来 台湾买在绿岛 绿岛就是岛 有一天应该会买吧 对 所以这个核能其实是理论上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但是我们对它能掌控的 能掌握的部分 能处理的部分还是有限 那所以这个核能的部分的话 变成说也不是百分之百好 对 其实换另外一个方向下 其实我们要获得这个能源的部分 人类要得到电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有所付出才能得到有所收获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要来评断就是说 这个付出的副作用 不好的部分 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子孙的发展 那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些足迹的部分 OK 那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再生能源跟被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再生能源跟被再生能源的部分 大家的定义大概大家都大概知道 非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 我会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从化石能源 然后核能 这个就是我取地球 或是自然界一些支援 然后去产生的能源 那这些会取出来的东西 会来不及再补及的 所以它变得不是再生 它用了就一直没一直没那 那我们现在常用的大概就是 大家所知道的核能源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是用油来进行发电 那有那个叶原油 这个应该是叶原油 然后天然气煤矿原油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以台湾现在来讲 大宗的发电的部分是属于要燃烧 我燃烧 燃烧某一些东西 比如说天然气 原油 重油之类 然后配动涡轮机 那这一方面的话 是类似火力发电的东西的话 还是在台湾是在主要大宗的部分 那当然知道 这个会产生很多的污染 而且另外一个方向来想的话 就是说先前有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新闻 就是先前是有台湾的某一个发电组 可能超过不大跳掉 跳掉然后造成中部飞电 甚至我们南部工业区 也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以再生能源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发电机组都很大 一次能发很多电 但是如果它一有问题 那个后果又非常的严重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再生能源 其实就有一点类似 跟非再生能源 有一些互补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太阳能 跟潮汐 潮汐的话 断子龄 海洋能的部分 那水利发电就是水库 那海洋差 这个也是属于海洋能跟潮汐是一样的 然后风力还有生殖能的部分 那因为在非再生能源里面的话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概念 风力发电机 它就是一座一座好几座 像电风站一样排着一座这样一个厂区 那潮汐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分散的 所以它在分散的状况底下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一根风力发电机坏掉 我其他还可以转还可以进去发电 它不可能突然十几支控制坏掉 太可能这样 那看人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坏掉里都是一块两块 或是一个区块 这样子坏掉 那其他部分还能发电 那这个对于电力的控制来讲的话 会比较 以某方面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至少它不会造成整个大跳 一个大区域整个大跳变弹 所以在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 其实它有一个优劣式 各有优劣式的部分 那再生能源还有一个点 一个点就是说 因为再生能源它本身 它已经发展了非常非常的久 包括人类先选了甚至上百年 上快一百年左右的发电就是用被再生能源 所以它的技术它比较成熟 所以它的价钱相对的它的价设成本 就是说它火力发电 发出来的电 它每度电的一个成本的话 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比较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 毕竟是最近的十几二十年才通过发展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比较优关于就是说 工业技术的发展跟使用的多幅的一个部分 但工业发展到有一个经济规模之后 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就像以前大家在使用电脑 在我那个年代 我大概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大概是 1998年头 1998年头 那时候一台鼻型电脑 一台 因为我刚才往鼻型电脑 一台鼻型电脑大概八万块 那时候IPM 大概八万块一台 现在一台多少 现在大概两万块左右就被买到一台 打融幕了 对 但价钱是有差的 但为什么差 其实电子产品就是大家很多都知道 就是说它一直演进以后 它的效能越来越好 但是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而且价格非常的快 那绿冷的部分的话也是这样子 但它有一定经济规模 使用的很多以后 它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 那所以成本部分的话只是一个 一个初始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刚才所讲的就是 绿冷大概是对环境比较友善 那可模组化的话就是 它单一个机组 可以看你要怎么搭配 搭配10座 20座 1Main 10Main 这样搭配 这是看你怎么去利用 那 其实以绿冷这个来讲的话 我刚才所讲到就是说 它其实是世界上一个趋势 那在这个趋势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它的成长其实在前几年的成长是越来越高的 到其实16年稍微降下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因 那其实这个都有一定的 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 那个再生能源的一个投资的支出 那16年这个降下来是 主要其实大家看黄色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前到这边的时候开始掉下 它不是说投资的量变少 它是因为它的金额变少 为什么 因为 这时候的开战是降价降最快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个也久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时候是 因为大陆刚好那边也开始生产 那整个量出完 所以它以量自价 所以它的量变得很 就是它单价变得很便宜 那等一下我在下一堂课的话 我可以搭配就是说 整个太阳冷的那个安装的那个容量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一直往上跑 并不是说它的那个装置 安装的量变少 只是它越来越便宜 导致它投资的金额变少 那其实以这边来看的话 世界各国投资 绿冷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黄色这一块 跟灰色这一块 跟深灰色这一块 那黄色这一块的话是他们 淺灰色这边是 就是陆绿发电就是该在 不好意思 就是该在路上的 那深灰色这一块的话 是该在海上的黄色发电 黄色风力发电 那这几块我们 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趋势大概就是 往灰色跟风力发电去一个进行 那其他的能源 能源开放还是有 但是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述一下 这些绿冷的一个发电的状况 或什么不同 就知道说 为什么它限制在这边 为什么 它的投资金额 它是盖的那个量 是相对于 它很觉得风力比较小 那大家所知道的 那个绿冷的部分 在这之前 包括 其实我进公司没多久 或是我还没进公司 我得到绿冷的知识大概就是 不许绿冷 大概就说说 它 功力 知道比较多 可能说潮性发电也可以 然后甚至能 其实我们那时候讲到的都是说 绿冷好像就是用太 那个用地球用自然界的 再生能量去发电的就是叫绿冷 其实以现今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以我自己的一个 以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认为 绿冷的话应该是要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谓 我认识的广义绿冷是 所谓创能 所谓创能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 我利用自然界的再生能量 去创造我所需要的便利 创造我所需要的能源 那创能有了能源以后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 那这边会讲到一个除能的动作 除能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这些再生能源 这些绿冷得到以后 我们怎么样处存它 因为其实我刚才讲的风力 潮汐 太阳冷 种种 其实大家或许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它其实是控制于我们的自然环境 比如说太阳冷它有一个 最主要的限制是什么 有人可以讲一下吗 很简单吧 有奖品 那个红衣服帅真的好像有答案 大声一点 对是不是 对啊 又是网上给我发现很简单 谢谢 那个送一个小奖品 随时注意一下问题 有奖品 通过的奖品 它有实声碟 好不好 OK 没错 像摊耳的话 它就是晚上不能发电 那风力呢 风力的话 它其实要有风才能发电 这个好像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 其实风力发电机 它在风太大的时候也不能发电 比如说台风 那大家觉得台风来了 风了 那还转得很快 其实也不然 那时候转太快 也是有危险 所以那时候 有时候会提起的方案 那像潮汐呢 潮汐我们当然 海水潮流的部分的话 在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季度 其实它的流向 它的流速都跟它一样 其实这个都是影响到 它们发电一个效率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就是绿能 因为我们要取之于自然界 我们就是要跟自然界一起合作 一起酷生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follow自然界的一个循环 循环就是这样子 那也就造就它使用上的一个 不方便性 那如果使 就是说 如何更有效的利用这些人员 就是变成要搭配醋能的部分 就是说我先把 我现在 比如说我早上开门发电 那可能又不晚 我就连长了太门的发电的一个使用的时间 我就变成反正我还可以用 OK 那有了储能以后搭配节能 那节能大家都知道 现在各式各样节能的方案 比如说家里的节能的电灯炮 电视 其他之类 然后 路上看到的Tesla 电动程 然后 然后还有种种很多的一个东西 一个节能的方案 那 那这样子有效利用 形成一个循环的时候 再搭配就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 还有世界各国 也在推广一个 就是智慧电网的部分 就是说我有了储能 储能 储能 跟节能的一个循环以后 我在实时的 时时刻刻的去摸影 去监视我这一些能量 创造消耗的一个状态 然后做最有效的分配 其实 对于人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 颜色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最有效率的使用 我所拥有的人员 那这些人员当然是对地球是无害的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个循环 一个cycle的话 是我现在所认知的一个 广义运能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也要提醒各位 因为各位后期还要参加那个 创业竞赛的部分 还有甚至包括实作 我是建议啊 就是因为我 我先前也都当过评审 我是建议就是说 依照先前的一个 一个得点的经验 他们其实都不会只着重于创能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单单把他们当作一个电池 他们有时候会搭配属能 节能跟智慧控制 甚至把他们电池 或是风电发电机 做它不是原本发电的作用的功能 这样才是比较有创业 容易突出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说可以往这个整合的一个 一个拖拖手入群 拖拖手入群大家知道 全面方案去做你的那一个 后续创意产品的一个设计思考的话 这样子会比较有一个整理性 OK 那大家都知道预能的一个 就是大家的定义以后啊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跟各位 大概介绍一下预能的一些人员的区分 还有整个的部分 OK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主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有关攀能的部分 攀能的部分 攀能的部分的话 先说我再篩解会详细的介绍 那我这边先给各位个概念 攀能的话 然后他现在主要的常用的他们的电池的话 是所谓的矽晶 就是使用鲜跟微格 就是半导体也会看到的晶片片 他本身的材质是矽 用矽这个当主要的一个基板 然后在上面进行一些处理以后 简单的处理 非常简单 等一下我跟各位讲的制程就知道很简单 做完这样的制程以后 那接收太阳的光能 然后依照光电效应的原理的话 他气会产生电子电动队 那电子电动队因为在接收到 因为碳电池本身是个二基体 他会使那个电子电动队 往不同的固定方向进行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电 这很简单 那前面这边也有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等一下会介绍 那它能变十片的话 它一片就长这样子 这样叫一片 你可以把它整个来串起来 串起来的话 它这边的话就好几十片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其实以载生能源来讲的话 它很多的状况 它是可以模组化的 它一个就是一个模组 十个就是可以兜起来 变成一个暗线 一个组件这样子 那以堪忍的一个好处来讲的话 它当然 它在发电的时候 它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噪音 它就是静静的放大那边 它是一个发电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噪音 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电磁波 也不会产生任何的飞气 就完全没有污染的问题 它就激激的在那边它就发电 然后一发电就是二十几年 那为什么它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等一下我就跟各位 那这边说可模组化的话 就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 一片汤能变十片 它其实就可以发电 但是你为了得到更好的发电效率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着把它串起来 串联 其实它的使用方式跟我们在手电筒 最使用干电池 在比如说你的模型车吧 就是玩鱼车之类 使用干电池的模式一样 一颗不够 一颗便利不够 你就串联 这两颗就可以动了 它就一直串串串串 然后串到你要达到的一个 一个发电的那个量这样 所以它有一个可模组化 就是说看你的应用是怎么样 按你的弹性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是 这个也是汤能电池的 汤能发电的一个特点 因为汤能电池它本身是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 算是一个元件吧 我觉得我把它当过一个元件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元件 而且它在做好以后 它就待在那边 它不会一直消耗掉 它电池片不会一直 就一直不见 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 排放的物体 是它不会排 不会把它电池本身的东西 把它散失掉 所以它在非常稳定的状况底下的话 它可以使用大于25 各位 你们知道有什么东西 它的保固 或是使用大于25 有没有可以举个例子 你再问好了 你有知道什么东西保固或25 你身边使用的东西 有没有 我印象有一个东西 它也不能想到 跟电脑有关系 没错 这是记忆 第一位 有没有 因为我是不知道 因为如果这东西也说记忆体的话 那表示跟我先前 玩电脑的状况是一样 因为以前 昨天玩电脑的时候 记忆体 比如说创建的记忆体 它就是终身保 我很想到的唯一保固的东西 保固的期限 比它能绑长的就是只有怕而已 所以我们的了解就是说 其实它能绑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元件 它能长时间的发电 那稳定的发电 并不会对人类的使用造成困难 更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一些固定 这也是贪人的一个好处 那么 大家都知道 那贪人 它要贫乎在太阳底下 让它吸收光 然后发电 那 那 这要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面积的土地 空平坦的土地 让它去架生那个板子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使用问题 那么说每个东西都会为流口有化 它能发电 它的唯一的 我们讲到比较不好的地方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需要一个很大的土地 那 其实以台湾来讲的话 为什么这几年才在开发这个东西 先前我们像我们公司做啊 我们公司做看它的电视片 就是以下大家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很老实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公司在做这些东西啊 在先前的 我们公司做这个东西大概20年了吧 快20年了 先前的大概 19年18年吧 真的都是做外交 台湾没有在用 很少啊应该说很少 那比例非常非常的少 为什么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地小人筹 光是你盖房子都盖不够 怎么有空地让你去盖这个碳能板 对不对 尤其是碳能发电的系统 在先前使用的部分的话 通常都是盖很大的 很大面积的电厂 所以这个东西最早是在哪里 是在地广人址的欧洲 比如说像德国 像先前 因为我先前常去德国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 德国有要很大的草原 上面就是盖一大片 他们发电宝 一盖就是高速公路一开 就是开5分钟那个厂部 很大啊 非常的大 那接下来是哪里 美国 美国 雅力上大什么费多 沙漠 沙漠那个地方没有要去啊 土地摆了就摆了 所以他们就盖炭 就盖炭的发电系统 所谓的电厂 接下来又跑到哪里 大陆 大陆盖在哪里 那个青汤钻钩围 新疆 就是盖在那边 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空地 在那边 然后 也足以 因为他们 当然他们国家也有 也有推广这一方面 所以 有了土地以后 他们就会 他们的发电系统去发展 那其实也就造就了一连串的太安门 太安门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隆挤 等下这个我都会详细来介绍 然后也举出一些例子 都会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大概是 他们的一个实用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 风力 风力发电的话 我这边举出来是 所以我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 世界各国每一年投资的那个量 其实看起来也是属于所有的大量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台湾最近 也受到蛮多人的捉摸 如果大家先前有在注意一些新闻的话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说 有政府的政策在支持 那在台湾的西部 尤其是屏林啊 苗栗发电的外海 开始要干 离岸风力发电 这个应该 如果大家注意一些新闻的话 应该会注意到 那风力发电的话 它主要的部分的话 因为风力发电它发展的其实也非常早 它在1991年 或者90年代初期 在欧洲 最早的话是在 在哪里 人知道在哪里 最早一根 建设的风力发电机 你知道 这可能比较少 你知道 知道了 谁能 亂猜一个 在北欧 不知道 那边有局长 好啦 我公布答案 谁能给我指 第一支风力发电机 该在大麦 大麦靠着它在北海那边 就是 北海那边的风力发电 风场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场 如果大家 有在看 比如说 类似Discovery 或是 主要地域的话 有时候会看到 他们在北海 在图场界 那冬天的风非常的强 强到 都会把船吹翻来 所以 在北海那个地方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场 那 丹麦 这些北欧国家 在北海的一个部分 还有包括德国 他们对于风力发电 就发展相当的早 而且技术相当的成熟 那 包含 可模組化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像这一张图上面 所看到的 如这边看到的话是 我们台湾渝林麦洋 这边 它所建立的风力发电厂的话 它就是 你看就是一根一根一根 它可以都几十根这样子 就摆到那边 然后风力发电 所以 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可模组化 可模组化 当然 回头要 还是要提醒各位 可模组化的一个优点就是 我一支坏 不会整个区块都停电 这是一个点 它其实可以往 也 在设计你的成品的话 也可以往这个 方向去发展 那 那 这样子一个好处的话 其实 其实也就是造就 就是说整个风力发电的市场 越来越蓬勃 从欧洲传来 传来亚洲这边 那 当然 风力发电的话 它使用上还是有一些 一些限制在 尤其是主要 我个人认为 主要还是 受限于自然环境的一个限制 就像我所讲的 你 风力发电在台湾 其实夏天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靠西南气流 跟台湾 或许会比较大的能力 其实夏天都比较少 那冬天的话 我们有东北季风 没错 我们讲到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的话 就是很适合进行风力发电的部分 那在整体的理工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说 风力发电还是会受到一些 地形的一个影响 那这边的话会 使风力发电有一些阻碍 不过还好啦 相显之下还是有所得 那所以这个会持续的发展 第三个部分是海洋冷 那海洋冷其实有分很多种 那有简单的就是说 海哪时候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能量的 能量的像高低落差的那个释放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我这边所讲到的潮汐的部分 因为潮汐大家知道涨潮跟退潮 海水会在以海岸点来讲到 如果我在海岸这边的话 海水是流动的很快 退潮跟涨潮是流动的很快 那在静岸的话我们就可以 架设这种潮汐发电机 搭配它里面有涨潮发电 就是说海水这样起升的时候 它就推动这个风力发电 那是潮汐发电机 使得那个发电机里面开始发电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最近 其实以中央大水的海民又爽滑边有 就是算是他们已经也渐渐的研发快要成功了 就是所谓的海潮发电 海潮发电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 它需要有固定的洋流 那以台湾这边最大的洋流 其实就是在东岸的所谓的黑潮 各位先前毒地或是那个地科的时候 应该都有提到就是黑潮的部分 东岸的黑潮部分 那他们就使用这样的洋流 然后把这一座固定在 就是洋流的流动的区块 然后因为流动过去以后 推动它底下这边可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也是类似一个涡轮机的东西 然后退过去 它等于是风力是靠风去转涡轮机 它是靠两者去转风 有涡轮机 那靠这样子去进行发电的部分 那以这样的一个发电方式的话 当然对于环境啊 还有发电的稳定性会相对 以刚才风力稍微高一点点 会高一点点 而且也没有污染 所以碰到那边了 对 而且以海洋来讲的话 像黑草 像梁柳那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流动 而且要流动得很快 它不像风力那么固定 所以它能获取的能量相对是大 然而在台湾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也是受限于 现在的那个环境的便利越来越大 所以它的整个海洋的激烈活动 比如说台风浴浪 然后海水的激烈活动 容易可能会把它充满之类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都需要这个技术相对的再去发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它技术还需要再评估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大概跟大家介绍的是地热的部分 地热大概 先前大家或许都有所耳闻 那地热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概念 它是利用所谓的蒸汽 地里面 比如说大家知道 比如说台湾的北部啊 比较有多火山活动 它可能有地热 就感觉跟你洗温泉一样 那它在地底下 它在地底下加热这个地下水 那地下水 如果我们打一个洞 让它喷发出来 比如说让它喷发一些水蒸汽素啊 那水蒸汽这个冲力的话 去推动这个发电金属 那它就会发电 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很早之前就有发展过 那个大概是都是在伊朗啊 然后北部比较高点北方的地方 就是大家常使温泉在几个地方啊 有在发展这个东西 因为虽然我讲它一定要底下的是 是比较多 比较多年多的地方 那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当然地热它是持续的有热 那持续的加热 地下水都会水蒸汽出来产生电 所以它其实它的发电还蛮稳定的哦 各位 它的发电还蛮稳定的 因为它持续发达出来 所以我这边有讲到一个 它可以当做基载的电力 所以什么叫基载电力 有没有可以跟我讲一下 以字面上来讲你想到什么 有没有 大家来解释一下字面那里 没错就是基本的发电 没错它就是当基本的发电 这基本的发电一般来讲的话 像现在的火力 因为火力就持续发电 那像核冷的话就持续发电 它就是各位每天要用的电里面的 就是它的基础 然后拖出来的发电的话 比如说应用在来天有一些尖峰时刻 或往上离峰时刻 那这些基载电力的话是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以地热来讲的话 因为它持续都会产生水蒸汽 推动发电机 那所以它可以当基载发电 但是这个在使用上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已经遇到问题了 先前遇到问题 已经算失败过一次吧 他刚才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 我问一下 各位去洗温泉的时候 像你去北投洗温泉的时候 有洗过大家应该都问今天 你问不到什么味道 来一个大声一点 刘法老 好 这位先生 谢谢你 会闻到硫黄的味道 硫这个东西一旦跟水里面的一些物种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会变成酸 酸就会破坏我们的管线 加上我们地下水里面 其实含有很多的矿物质 矿物质一加热 就像我们家有时候茶壶在煮水一样 煮久了它就有那种台湾话叫雷垢 就是水垢啊 雷垢那样东西 那这些杂质的东西就会卡住这个管线 那这个管线一被卡住 一被腐蚀掉 对于后续比如说 我热蒸汐要上海的一个状态 就很难控制甚至就坏掉了 我们知道吗 就坏掉了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难控制 而且很难去处理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没办法在地下水的时候 就把那些杂质或是矿物质把它搁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推动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加上 大家都注意到 它是用地下水 地下水如果用太多的话 其实对地可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就像 像屏东那边不是抽地下水去养温吗 会写到什么 地层下线 但这个地面其实是陷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很多的考量底下来讲的话 它的应用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很多 但以冰岛来讲的话 因为它在地热跟所处的地理环境的话 只能让他们比较蓬勃地去发展这个地热的部分 这是地热使用的一些状态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升职能源 升职能源其实大家先前可能有想到 以前有听过升职才有这个东西吧 升职才有的话 无非就是 有的是使用一些废油 比如说我们使用有废油回收以后再提炼 还是一些使用过的 使用过的 比如说 这应该是油品 不然就是使用比如说 大豆去提炼升职的酒精 比如说从我们的一些废弃物 使用碗废机 或使用的大豆浴宇之类的 我们再进行提炼 提炼出来酒精或是柴油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回到 比如说我们的汽车里面 像是柴油汽车就可以用 一些卡车就可以用 这其实也是一个替代能源的一个方式 只是我们要取的这个升职 不管是升职柴油 升职酒精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不会自己长出 我们需要盖一个厂 一个提炼厂 去把这些东西转换提炼出来 所以这边有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它的好处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交通工具 现行的交通工具 可能不需要改变很多 然后去迎接上 直接使用 那转换成本就是过于高 因为你要再盖一个厂 去把它体验出来 各位这样了解吗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创能的部分 就是我们如何使用 我们的环境创造能源 所以有关创能的部分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啊 OK好 没关系 那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 休息时间还可以过来我们进行讨论 那接下来部分的话 我们要讲的是储人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生人员 它使用的状况底下 有一本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去稳定的 我们没有办法稳定的去 使用它得到的电力 那如果要稳定的使用化电力的话 我们需要 我们的绿能搭配一个储能的技术 我们把储能的想法 想做是一个buffer 缓冲 当我们有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当我们电力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发电 那以各项储能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最早 我小时候我就听过这个东西 抽续的水力发电 这个大家有问一下 明潭抽续在哪里 你知道吗 有知道明潭在哪里 随便猜一下 各位的进来 对 对 这是日月堂 明潭就是日月堂 啊 埋一下奖品 没错就是日月堂 那明潭抽续这个水库来讲的话 其实运用的也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像我们的核能发电 或是早期的核能发电 或是火翼发电 它一开机 就是24小时 一直运转一直运转 白天你离风的时候 可能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把它运用完 OK 这样非常好 没有办法非常 但问题是当晚上的时候 很多工厂都关了 很多公司都关了 没有用到那么多电 那怎么办 都出来电怎么办 我还是继续发啊 我没有用掉就浪费掉 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把晚上的电 用抽续的方式 就是说 我把水从低处抽到高处 晚上的时候从低处抽到高处 那水到高处以后 它就有一个未有停在 当我把水库开起来的时候 水往下冲 去推动它的涡轮化电机的话 就跟水利水库一样 就可以进行发这个作用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最早的一个 一个储人的一个概念 但其他的还有包括 就是说这个是机械冷 那还有包括压缩空气 就是说它其实是类似一个活塞 就是说我把能量 就是有电的时候 我利用机械冷 压缩空气 压缩到很小 那等释放的时候 那个活塞就会碰 就碰 那推这个就有一个动力 那这个动力的话 就可以转换成能量 无非是这样机械冷 转换电冷的一个概念 那化学冷的部分 化学冷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像 我们刚才所说的生殖能源 生殖能源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主能的概念 就是说我把能量 我把电冷现在去提炼厂 我把它提炼成生殖酒精 或是生殖柴油 我今天柴油或是酒精 我可以 我不要今天用 我可以一个月以后用 可以两个月以后用 那个其实就是把能量 往不时之需的使用力 用的一个概念来进行 当然我这边还要写到一个氢气 就是燃料电池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还有 比如说热主能 比如说像 这边应该是写像变化材料 就是说像变化 如果大家应该就是领工的吧 大家就知道像 刚在进行像变化的时候 都会有吸热跟放热的一个状态 东西会有吸热跟放热的一个状态 那吸热放热 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跟储存 吸热大概就是 我把能量储存到我材料里面 那放热的时候就放出 那我们如何使用这放出来的能量 转换成电 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器储存 电器储存的话 这边是一个超级电容器的概念 那电容器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各位的电子材料里面都有 多多少少都有应用到 尤其是手机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手机啊 如果你没电的时候要换电池 如果以前啊 现在可能都不用放电池 现在要放电池 电池把它掉以后 那里面的资料 应该不会马上全都不见 还是有一些会留存一阵子 那这时候要赶快再把新电池装上去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那其实这个里面用的概念 其实是一颗小颗的一个电容器的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化学人储存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包括千续电池啊 锂电池啊 蓝钥电池 这个都很容易了解 那最新有在研究 算已经快要商业运转 叫做易油电池 易油电池的话 它储存的能量 储存的电能会更多 会更容易被大家所使用 等一下我会讲一些例子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些储能的一个技术 那以这个技术的发展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红色的部分的话 是最早期的学术技术研究而已 那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蓝色那边技术成熟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使用的一些技术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技术最多的 当然就是抽续发电 也最不需要在 怎么讲 就是在很多技术开放上面成熟 对不对 那千专电池 千专电池就是搭 比如说机车啦 那个大车 那个宝贝尼 那个不是千专电池 大家我知道 那接下来其实大家要看的 其实就是锂电池的部分 锂电池现在我们做到的 大家最常用到的大概就是手机啦 手机电脑之类的 那个都小小颗的 那怎么样这个小小颗的应用到片层 就是说大科的我们能在家里使用 甚至工业使用 甚至加入我们的那个整个大电网里面 这个是需要我们继续在研究的 那另外一个化红设置的部分的话 是我刚才所讲到的一流电池 那一流电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主要是供给大大额的 比如说是一个工厂 或是一个区块 搭配比如智慧电网这样使用 那它的技术 现在是处于就是 电证的部分的话就是 快要商业力转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发展来讲的话 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 要跟各位讲 绿能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 目标对了 但是你先前会看到很多困难 但是目标对了 往那边走 慢慢就会走到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OK 那刚才是看它的技术发展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以 它能储存的电的容量来看的话 最大的还是我们的水域发电 所以也就是 应该是说抽续水域发电 那抽续水域发电的话 因为它够顺手 然后量多大 所以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包括台湾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台电的那个网站去看 台币有一个网页 它是可以秀出每一天 我们发电的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就是说 水域发电它在海天的时候 它是呈现一个发电 就是加入我们的那个发电电网里面 到晚上的话 它反而是吃掉我们的发电的部分 那它已经搭配在我们的一个电网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就不用多说 这个是非常成熟的 那刚才说讲到一流电池 一流电池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中小型 那中小型的话 它就可以适合在哪 比如说无人的离岛 等一下我会讲 大概也跟各位描述一下 其实以离岛来讲的话 它是很适合作为一个示范 示范智慧电网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人很少 地方很小 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示范 所以这些你看到的一些储人的东西的话 每家都可以兜在一起 进行一个电网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个电池的部分的话 小的就是从圈端电池 因为它小 然后它的那个发展也比较成熟 所以 世俗都可以看到 汽车机车也有很多 那接下来就比电池 当然跟各位讲 还有易游电池 那各位现在看到的部分的话 是两个储人的部分 先做六边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PESTA最近在推的 其实不是PESTA 像日本的Panasonic 或是离岛取日曆 他们其实都有在推类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其实它是搭配汤额发电 譬如说 今天你早上汤额发电 花很多电 你就可以先把它储存起来 那PESTA它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要搭配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系统 搭配它的电动车 我电动车如果用我开门发电的 然后挂到这个电子里面 然后在 在帮我电动车处 在那里充电 那是我 我这台电动车 永远都花不到 所谓的 要消耗能力的钱 对不对 它是这样 有关这样的概念 那以这一座 这一座白白的这一座 它就是使用理电池的部分 因为理电池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 在小范围小区块里面能出唇 最多电的一个技术 而且比较成熟 所以他们现在在推一张东西 这个其实 就是把它推广成 其实就是变成概念 就是大家有听过的 智慧家庭 智慧家庭的部分 那另外这个 左手边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了 一流电池的部分 那一流电池 它本身因为它的储存的能量 会比较多 那所以搭配 离岛的那个智慧电网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里的 有一个某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 它就是作为一个 示范的智慧电网的一个导演 它就搭配它的光电 这边吃它的发电茶 然后搭配它隔壁 有一个 有一个全版的一流电池 这个 其实它架的蛮多的 那架起来以后 它就可以攻击这整个岛的 那个 电量使用 因为居民可能没进去 所以它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 依据不同的 依据不同的需要 去设计不同的一个 发电 就是所谓的 然后就是自我门的一个规模 其实 我一直在讲 我绿能的部分的话 是一个可模式化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它可以去自由搭配 依据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需求 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技术 OK 那讲完 储能跟储能 那我们当然还是得开一个 这一楼 节能的部分 那节能的部分的话 以这边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 一般家庭使用 工业使用 跟运输交通 那运输交通 应该都不能多讲 路边常看到 Cesla 还有 Cesla 最近也在开发 这种电容卡车 这个都是 现在运输节能的部分 那 将近节能的话 相信各位也都有接触到 一些节能的洗衣机 电视之类的 还有 常用软件的 那个都是属于节能的部分 那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是工业节能 有人 能知道工业节能在讲什么吗 先问一下 我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在那边讲的问题 工业节能 其实 一般工业来讲的话 比如说 一些重工业 他们其实就是 会产生很多的 因为在运作过程 很多的那个 机械产生的热物会跑出来 比如说 我们来讲电钢厂 电钢厂 什么废物最多就是热 因为电钢 大家知道 钢铁要把它从融融 要把它融融掉 然后要融融的状况 要形成成型 那一定会放热 放出来多热量 那如何收集这个热量 把这个废热回收 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 算是热交换器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把热 废热回收起来 然后 有一个 类似一个 应该是算那个膨胀法 就是利用水 那这边还是利用一些液体 或是水之类的东西 然后因为热 然后变成水蒸气 然后膨胀法去推动 那个涡轮发电器的部分 那就可以把这个废热部分 这个情况的使用 那工厂也能获取一些额外的一个能量的部分 可以减少它的那个能量的支出 这个是整个一个节能的设计的部分 因为大家可能会接触比较多 所以我这边就是多一样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有讲到就是说 刚才我的圆圈里面最中间那一圈 我们有了创能 有了挫能 有了节能以后 我们怎么有效的去利用这个系统 如果去控制它 一般最早期我们在用电的时候 大概都是电力公司就发电话出 然后大家所使用 那有人不要让这些人去开整天之类 或是这些人都没有创之类 这个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都知道 那加入了最近因为 其实也是拜科技所示 现在很多等于是已经都基督 数位化的一个时代 那数位化电脑控制的时代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精准的 电力公司就可以很精准的知道 就是说他发出了这些电 在哪时候用的是监工 或者是零工 他就能知道 但知道这些结果以后 他就能搭配他底下的一些电厂 这些电厂就是刚刚所讲的 尤其是现在又有再生能源电厂 比如说风力电厂 开门电厂 火力发电厂 整个整个给他加起来 这边看到就是说我创整的部分 我工厂使用的部分 家庭使用的部分 使用跟创造的部分 它统合起来 去有效的去规划 比如说现在离空的时候 那我可能我的火力发电厂不用那么多 因为那我再把一天 他开门发电一直在发电 就让他发电 就有效的去安排 就是这些电力的配置 那一方面有效的利用 这方面的话也是可以控制 就是说如果哪边他刚好电力比较弱 比如说刚好那一天 和人的基础比较弱在维修 我可能努力拖开 或是贪人的电力拖换 这样子有效的利用 是形成我们一个智慧电脑的一个部分 那主要的部分的话还是一个概念 有效利用的问题 那智慧电脑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在一些领导 算是有一些小规模的 算是一个示范的一个案场 那这边指出来的是一个 这个是陶谷 陶谷有一个智慧电脑的示范案场 那这个案场里面的话 当然使用的部分的话是看能不能 那既然有人在推广就是说 咦 庞虎那边也是属于外行 那看能不能也搭配风力发电这样子 主要的部分的话还是使用创能的部分 那创能的部分 那个利能创能的部分的话 搭配智慧电表 还有配电线的话 当然是好好的配置 还有一个智慧变电锁 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整个电网的一个中枢 那去合理的去安排这些创能的一个 创造出来的一个分配 达到有效的地方这样不会浪费 OK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话 我们已经把绿能的整体的一个概念 大概介绍了一遍 那有了这些概念以后 其实我们就要回推 这些绿能 我们在台湾到底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台湾政府现在在做什么一个推广 那为什么以台湾来讲的话 更需要进行一个绿能的发展 其实能源来讲的话 它是有关一个国家的基金密败 你当绿能没有做好的时候 那你当能源没有做好的话 你这个国家的工业 你现在甚至国防就很难去维持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以台湾现在整体的发电量来讲的话 包括核能 蓝气跟蓝煤 这个部分的话都是要从国外进来 这边的比例的话大概有9成以上 那所以的话过来讲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能源有9成以上 都是受国外控制 今天假设有个国家 不要卖给我们了 还是他涨他煤矿的价钱 其实我们的发电的成本都往上跑 这还是比较好的状况 那如果他不卖完了 还是比如说 比如说煤突然减长 这个会使我们工业 会使我们经济密败 产生一些危险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发展的是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 那可以自己控制的部分的话越多 但对我们的基础的建设 基础的电力发展会比较难度 那以现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主要是往 其他各项刚才我所讲的都有在发展 那有一些重点是发展在 就是说再控制一个盘冷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 政府是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 能把核能 主要是核能跟蓝煤的部分降低 当然核能发电降低这个路程 其实是很远的 以政府现在来看 我个人认为 他也就是在进行一个造进的一个动作 其实有效的去减少核能 其实是大家所要前往的一个方向 包括以国外游戏这样子来讲 像德国 德国虽然他会用到核能发电 其实他还是渐渐把他的核能发电厂 渐渐观想 他有一些电视窗隔壁的发电过来 搭配他自己家里跟在世人员 那以他们的发电来讲的话 台湾现在进行的是他们的光电量推动计划 那主要的部分的话就是 推动屋顶型跟DMAC的一个他们发电的部分 那这两种发电的部分的话 其实诱因都是我们政府会给一些回馈金 比如说我把炭能发的电 然后卖给台电 搭配你的炭能发电板的一个建商 那我们最后收到这个台电的回馈金 那这边的话现在真的是希望 就是说我把我们的家屋里租给 那个台湾发电的营运商 让他去建 那我们也不用租钱 那我们只要守 我们就可以收到那个 类似租金的一个概念 那还有地面型 那地面型的话大概就是 以中南部或许的比较多 就是那些费根的 或是像我们是台湾的台 台南有那种在表演台里有点地 现在已经没有在塞 那那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当做 一个地面型的台湾发电的一个产地 那这边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些 把屋顶租给台湾的业者发电的一个案例 那我这边展示的是一些公家单位 因为其实公家单位 是最应该也最合理去推广这个 因为公家单位嘛 他比较没有那些产权的问题之类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一些国小啦 这个就是比较难度的国小 还有台北的花国 还有这个这个是台南的那个使国馆 那这边的话都会有盖一些 碳门发电的一个部分 先修供给一些自己啊 比如说国小里面自己的一些用电量 自己自己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有关风力发电的部分 风力发电的话 以现在来推动的话是四年的风力发电 那以现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因为陆域发电 陆域的风力发电它发的比较成熟 像各位现在在台湾里面看到的一些风力车都属于陆域的 这些比较成熟 那所以在近期还是会先发展 那个台湾的陆域发电的那个方向 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有在推动V-I 风力发电 那从一开始的释放暗场 我们慢慢先练进 把这些技术 从国外引进 然后把这些技术慢慢练好 里面就有最后 我们还是会以风力发电为占主要大方 因为离岸发电的话 它的那个发出来的那个发电量会相对广大 也比较不会对陆地上的居民造成影响 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就是主要是风力发电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以台湾发展风力发电来讲的话 其实你跟各位刚刚有讲到 其实台湾来讲的话 这是国外所进行的一个根基 有全世界有20个风力发电厂 比较好的里面 台湾海峡这一块 就是接近台湾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16个 蛮多的 那这边的话 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所带领的那个风力发电的潜能的话 是国外一直觉得不错的 那刚好台湾也要进行一些开发 那所以搭配这一趟 这个顺风城 刚好是顺风城 那国外就蛮多厂家 像大卖的啊 那国外就进来 一起进行开发 那其实这个也会把这整个空冰发电的一个 国内的这个产业 那以上的话就是有关相关的绿能的一个 一个介绍的部分 各位不知道有多问题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没错 可能会有负责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从我们制造模组 就是那个大片的潜能发电法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可以根据它的封装材料 跟它的变化的设计 我们去进行改造 像其实我等一下的潜能发电里面 会跟各位讲到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所在外面架设的潜能法 不管在屋顶或在屋面上的 都要经过一定的认证程序 这个认证程序是国际规范 它也需要就是地上控制单位去验证 它有一定的验证程序 那方法刚才这位先生所讲到的 连害的问题 其实它也是一个验证的iPhone 就是验证的项目之一 那根据这个连害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上面的一个加强的部分去去 去把它减少这个问题的发生 其实不只严害 还包括一些漏电 因为太阳的发电法 它本身是一个发电的材料 所以它可以从右边的安全是相当于规范的 等于它大概可以 我大概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智能怎么让它可以比较健康 OK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休息五分钟 喝水 汇时间不多 现在是我们以后面的时间为主 那后面时间也比较快一点 现在11点20分 我们休息到11点25分 各位同学记得回来 那外面我们有准备简单的饮料 哦